大家好,欢迎收看大侯实际 今天分享猪肉好吃的做法 好吃的小酥肉做法 根根酥脆,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将猪肉切成厚片 然后切成条,转盘 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再切一些葱花 生姜先切片,然后切丝 最后切成姜末 将葱姜放入肉调中 加入一勺胡椒粉,花椒面,适量料酒 下手抓拌入味,腌制20分钟 碗中放入适量面粉,一勺淀粉 再打入两颗鸡蛋 将鸡蛋打散拌匀 加入适量清水 搅拌成面糊状 将腌制好的肉条倒入面糊中 搅拌至肉条均匀地包裹上面糊 锅中倒入适量食用油 油温五成热 下入肉条 中小火炸至 炸至肉条表面定型 搅拌一下 让肉条受热均匀 炸至表面微黄,铜油捞出 锅中油温继续升高 放入肉条,不炸一分钟 搅拌一下防止炸糊 炸至表面金黄,控油捞出 装入盘中 美味的小酥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成的小酥肉比火锅垫的还要好吃 吃起来 耿耿酥脆 香脆口口下酒硬菜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